县长潘孟安一一颁奖 表扬模范警察 极有警情区 侦破重大刑案有功等人员 还有义警 义郊 民房人员 职工人员 等资深极优人员共86人 包括屏东地检书检察长林锦森 行政执行署分署长张雍志 以及多位现议员都到场祝贺 让屏东县的警察节庆祝大会 更显得热闹隆重 潘孟安在致辞中 相当肯定远警不眠不休 为国家社会的治安维护 付出心力 更分享亲眼所见的案例 来表达内心对远警敬佩的感动 在海峰市区年的这个市区 因为有热带农远博拉区的关系 我们看到中午已经1点40分 一个男性同仁的警察同仁 在指挥交通 女性的警察同仁 站在服务家吃变大 那一幕令人非常感动 这就是我们警察的工作 潘孟安强调 警察的工作相当辛苦 奉献几十年的青春捍卫家园 堪称是人间活菩萨 更是国家社会最大的稳定力量 劳苦功高值得各界赞扬 就是一个社会稳定力量的最重要的基石 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看人的头补上 每一个人不管在棋本部不管在派出所 不管在任何一个外群面警单位 每一个人都是战胜基金 让人民让国家进步的一个最伟大的稳定的力量 也因此今年屏东县边立了预算提升远景的设备和相关的费用来肯定警察的辛劳和努力 未来也期免能够落实警民合作 减少警力的支出 让民众都能安居乐业 免于恐惧 评论新闻蔡立华卫德卫 采访报道